是这样子的 以后也许怎么样呢 这个的两倍三倍的 就会记得 在二楼可以怎么样 可以逛街还可以吃东西 在一楼还可以办音乐 办音乐 办这个演奏会 好 老师可以了 好 老师非常准时 45分 那我们接下去的老师的第二布局 来 欢迎 欢迎苏老师 谢谢 人生有许多东西 是在自己能够掌控的世界 但是有很多东西 未必是自己能够掌控 你会发现为什么 许多人喜欢模型 因为模型的世界里面 你就是市长 你就是他的主长 所以我们会发现 在世界各国许多国家 他们的铁道 都有自己的模型世界 而且模型世界 它可以穿越时空 例如说 你现在可以盖一个台北火车站的场景 但是你可以把它设计在100年 或50年 那100年跟50年 跟光复初期 以及1980年 你会发现同一个场景 轨道不同 火车不同 建物不同 您看得出这张图 它是模型吗 这是我家的铁道博物馆 我时间设计在哪里呢 1970年代到1980年 嘉义赛行车户还在 蒸汽火车在转车台上 昂首带发 后面是机无段 而一般普通车 正在晨曦的照样下开出来 那我觉得很遗憾就是说 台湾现在少一个国家铁道的物馆 真的 这是很可惜 那我们今天要谈到什么叫做铁道呢 模型 为什么它那么重要 到今年为止我写了33本书 到年底我可能写到34、35本书 为什么我们需要写书 每一个人的寿命都有限 人的一生 不过就是昙滑一线的灿烂 透过书本 我们可以把灵魂锁在文字里面 透过照片 我们可以把精华 在照片当中 让它穿越时空 即使我们人都已经不在了 我们透过老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时代的东西 那像当年我写的《台湾停物蒸汽火车》这本《得了金鼎》讲 已经过了12、3年了 现在回头再看里面的东西都不够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发现 文字是一滴的东西 图片是二滴的东西 可是现在的科技技术可以做到3滴、4滴 来我们来看一下 让陈峰的历史还原 来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大家觉得怎么样 这是一个铁道前辈叫做吴玉贤 它放在网路上 你有没有发现呢 我小时候看过阿里山第一代的柴油机车在跑 我看过 但是我拍的照片可以看到说 这是民国四十几年阿里山的柴油机车 你说哦 这就是这照片 如果没有照片 我可以讲说当时的编号叫做11403 为什么呢 是用财产编号 文字你只能想象 照片你只有意象 可是现在的3D厉害到怎样呢 你不是活在那个年代都可以看到那个年代 就好像我们没看过恐龙 小朋友都知道恐龙 因为现在的3D科技太厉害了 如果哪一天真的有只恐龙跑出来的话 小朋友都知道说那只是暴龙 为什么呢 因为他电影看多了 这就是现在的3D技术很厉害的地方 所以呢 因为有3D图面3D动画还有现在3D裂印 许多梦想成为可能的 历史不会消失 大家觉得这张怎么样 没有喝过 这张是日本的DGGG DGGGG看下 D51真气火车的最后 那几支 D51-792 日本透过3D技术 全部把他整个还原出来 其实 我不知道在座现在没有台铁的长官在 如果在的话 希望他们听他 特别听到这一段 其实我在谈到在建制3D的时候 其实他是要建计一个叫做立体资料库 许多过去存在的东西 我们现在或许没有办法看到实体 但是透过整个资料库的建制呢 其实这支蒸汽火车 他已经消失了 你有办法复刻出来 甚至你复刻不止一支 那么我们发现 许多梦想成为可能 历史不会消失 来我们现在来看 日本怎么3D技术去做火车呢 我们来看这一段画面 在日本呢 他的3D技术呢 他做蒸汽火车 他可以做到这样子的程度 来我们看一下 这几张 不只是外观 内构造 包含锅炉 大烟管 小烟管 还有 刹车管 所有的管线 Cylinder就是所谓的气缸 还有框架 轮框 现在透过3D的科技呢 我们会发现 也许我们没有办法 实际看到整台车子还原 但是透过现在3D的技术 并不难 只是说这种东西 需要国家投资去做 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画出来的 这个至少大概有很多人 每个人负责不同的部位 最后呢 我们把整台蒸汽机车 整个完全还原出来 那么其中有很多像一些洛华油盖 还有像操作面的许多一些细节 我们都可以再透过3D的模拟去决定说 哪些部分需要被料 哪些需要部分呢 需要重景制 有些重新铸造 有些重新要翻杀 其实呢 还有有些备品 他应该怎么做 都可以从这边看得出来 但是最有意思的是谁啊 他还可以将流程变成动画 我们来看动画版 这个动画版 来我们来看一下 小朋友 你这里有多小朋友 你没看过蒸汽火车 你就算是有看过 你可能不知道蒸汽火车 它是怎么烧起来的呢 这个电脑好像不支援这个软体 这个电脑好像没有支援MP4的软体 这个电脑不支援MP4的软体 他不支援 这个电脑不支援MP4的软体 他不支援 不然就 妈妈你都忘记带那个胶带 好他跑不动 好没关系 那我们这部分就跳过去吧 我们就跳过去吧 那没关系 那我们就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 那如何让铁道的历史记忆很远 像刚刚我们来谈到春藩那部电影 以前是属于film 也就是所谓的那一种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电影的那种胶卷 现在呢数位修复就是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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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然后干脆怎样呢 重新把它配乐 然后即使是一些古老的影像 我们现在还可以还原了回来 那历史记忆还原呢 第一个叫做一滴 一滴是什么 单色线图 像以前我写的书 自己用线稿画 那或者是文字的叙述 这叫做一滴 那一滴我们能感受的是有线的 那什么叫2D呢 平面图像 像现在我们刚刚看到这些图面呢 这些像刚刚 你看到那个很感动 但是呢 你看到这个图像 可是你听不到声音 你有没有闻到气味 感受上差一点 但是至少一滴来的成功点 动画 那什么东西叫做3D呢 3D是说 就是SYZ轴啦 你干脆呢 可以做出模型 因为像现在的3D技术 我们要去复刻一台火车模型 不难 但是画图是个大工程 尤其是 如果你这个是动态的话 那你可能是3D 你要分解部件 分别去写档案 然后呢 最后分别列印出来之后 还要把它组回去 那包含像我们的模型 1比87分之1O gauge 或者是到1比20分之1G gauge都有 可是现在的呢 最厉害的是 像后面很多人在玩呢 现在有得到4D的是什么呢 所谓的4D就是在3D之后 再加什么 比如说蒸汽火车 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它会跑 它会有声音啊 还有什么呢 气味 它冒烟 甚至还有煤烟的味道 哇 那当一个模型呢 做到3D跟4D的时候 那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图 今年是2014年 日本新干线在1964年到2014年 刚好今年 1964到2014 刚好几年 50周年 所以日本呢 它的房带就出了 超合金版的 新干线 你注意到喔 它这个新干线 不是只有外面超合金 它连里面都有 包含里面能吃面单 看报纸 最好玩的是 它的椅子还可以当翻被椅呢 而且翻被椅 红面的绿 黄灯还可以变红灯啊 它还会辨识方向 里面的洗澡 不是包含 不是洗澡 洗点盆 还是陶瓷做的 里面还有镜子 最有趣的是 里面能看报纸 报纸竟然是 昭和年代 就是1960年代的报纸 它可以放在上面 那个看到那个模型 做到如此细微 我只能说 日本在这方面的科技技术 真的是到了无话可说的程度 那么 让历史的记忆还原呢 我来看 给大家分享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是一个日本很有名的 一个很秀九分集长 叫做 松本千一 他在他的东京新宿的家中 包含我跟洪志武都去过他家 这只能说 那他是非常幸福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松本千一 他非常喜欢 叫安培里卡 美国 所以他在他家里面呢 就创造出一个特大号的扇形车部 把他喜欢的美国各式各样的机关部 通通用个扇形车部把它排在一起 好 在座各位 请大家注意听 我现在讲一句话 各位 没有远景就没有动力 今年是 20多少年 2014 再过几年就是2017年 台铁向来都喜欢 江历史是1887年算 所以你知道到2017年 台铁要迈向 139周年 而不是127周年 我有个愿景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透过3D技术 我们把台湾铁路史上的蒸汽火车 通通用3D列印通通做出来 那我想呢 我们每年文化部可以花百亿的预算 在做一些行销活动 可是对于历史的复刻 我们却有时候却没有这方面的资源 就像刚刚提到的春寒这部电影 凤飞飞已经走了 可是凤飞飞我们知道她唱歌 却很少人看过她拍电影 但是凤飞飞历史上拍的最陆细的电影 就是在民国68年的春寒 我们透过数位修补的基数 现在又可以看到她当年跟梁修生的一个影像 这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 第一阶段3D电脑绘图 那包含重绘台铁蒸汽车 阿里山蒸汽车 大家注意看这张图 这张图还是在属于2D的阶段 这张图就变成3D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支C12呢 这支是日本就把它变成所谓的 O-Gage的蒸汽火车 所以2D的图是这样子 到3D的时候 我们呢 可以把它复制回来 那么呢 包含 刚刚提到的第一阶段呢 就是台铁蒸汽车 阿里山 罗东领铁蒸汽车 台塘蒸汽车 第二阶段 有机车要搭配客户车 包含台铁的古老客户车 阿里山的 跟罗东领铁的古老客户车 跟台湾的客户车 像这张就是属于3D绘图 来 那么现在呢 我有指导一个团队 我希望他们能够 在今年年底 台铁蒸汽车不是富士的CT273吗 它把273 大家看到现在很多小朋友 其实我觉得说 现在学3D技术 比单纯的学位有用 因为 通过3D你会知道说 什么都是X轴 Y轴 G轴 以及它的分解 你可以很了解 你知道一个东西 它的内涵跟它的外在 那2016年 陈建雄在吗 陈建雄 这张呢 是陈建雄画的 2D的 我们给陈建雄个掌声好吗 这张是陈建雄画的 这是我逼他画的 那个台铁的腾云昊那张 那张 但是 2D图要转到3D 要把腾云昊可以列印出来 那不容易 我跟他讲一句话 如果有一天台铁把腾云昊变3D化 放到台铁的网站上 然后呢 你们现在直接上台铁的网站 download 腾云昊的3D 直接拿到特立屋 直接列印 大家觉得这样是不是很棒 大家说 对不对 它就可以印出一个肥皂一样的大小 可是 这种公有资源 现在已经越来越多 国外 它当然是把很多3D列印 什么枪啊 枪都放上去 可以拿下来 download下来列印出来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今天也能够做到这样子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么 2014年呢 现在呢 这个团队他预计 透过3D列印 然后再经过翻杀 竖磨的方法 当然这需要非常多的资源投入 例如说 罗东灵铁的蒸汽机车等等 台塘蒸汽机车 我们希望一一把它完成 这是2014年 那2015年到2016年 因为这个后面就很复杂 这一次是我的交通科学博物馆年 你知道这台是会动的 尤其是它下面的部件是3D列印做出来 它会 就是我们叫做 connecting road road connected 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可以动 它可以动 那这种 部件可动 它的3D列印不是一次列印 它是要分解部件 分解部件完成之后 接下来将上螺丝把它锁上去 那像阿里山Shade 18吨 28吨 哇这个更困难 因为呢 它中间有很多细部要去分解 但是我相信 世间不缺有钱的人 先但缺有心人 这些都是我从 今年到明后年 我要陆续去推动完成 所以请老天也保佑我 千万不能身体做状况 因为这3年之内我要做的事情非常多 那为什么我要想做这些事情 再次跟大家强调 人的生命有限 但是人的意志 不会受到生命的影响 就是你在你有生之年 你可以立很多大字去做这些事情 而这些事情就算是完成了 那么未来 我们就可以把几多历史 得以传承下去 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叫什么 讲座 我们今天讲座叫什么 传承 所以传承 不是嘴巴说说就而已 他要需要技术 他需要抑制 还有他需要努力的同路 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三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如果说现在有人要做2D的话 其实大部分的2D 你可以发现这三个有什么差别 现场如果是喜欢模型的朋友 特别注意到的 2D技术只能做到文献更新出版 或者是 然后呢 他的市场很低 但是他的广度比较大 那如果是3D图呢 对我说你是刻出像个肥皂一样东西 那么 基本上来讲 他是建在这两省之间 那一个简单3D图 就是说他一个3D档案 那你刻出一个像 南桥水性浮沥皂 那么大的一台台铁火车 那怎样 只能放在那里而已 他不会动的 但是 如果今天是 进阶风险3D图 例如说CT273 我估计 他要印出几个元件知道吗 答案是 480个元件 400多个元件 轮子 3箱 23款 3人打 1支1支慢慢打 那这到军舰想 不好意思 那个 要画400多张图 其实应该来讲是画到100多张 因为有些轮子呢 你是1张图印2个 印3个 好 哇 如果做HO来的话 那还不错 那我们至少可以把台铁关闻 複雜的话 那没办法 这个 到G-Gage的话 他还要考虑到他的耐用度等等 所以呢 从简单2D到3D呢 这些都不容易做 那一般来讲像G-Gage的话 像今天现场任命G-Gage 他大部分是用在公家机关的特长 像今年春寒的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但是先不要放在FB上面 可以吗 现在 国动领馆处 已经打算 就是 我们现在要投资3D 就是在今年春寒8月23 復刻 刚刚你看到那个电影画面 他打算用3D列印的方式 把春寒的场景再刻回来 但是他刻哪一段 他是刻到4G以上的版本 就是这样 他不是蒸汽火车会动而已 他还会 他鼓声还会有声音 会冒烟 哇 这东西就牵涉到怎么样 冒烟技术 跟所谓的DCC控制的问题 这种大部分只能给公家机关 好 那我们要用去还原历史 其实他的规模非常的小 但是呢 如果说像今天呢 哇 H-O-Bage 就是后面你看到那个东西 哇 这个接受度就非常非常的高 藍玉华在吗 蓝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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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看到蓝玉华 蓝玉华在不在 OK 这个就是蓝玉华的作品了 我们大家给他掌声鼓励鼓励好不好 但是呢 这是蓝玉华的作品 但是您知道吗 他用铜车座做的很辛苦 就是说 一来单价非常高 二来他要收藏台湾铁道经营 不是人做得到 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把台湾史上所有的蒸汽火车 的3D档案全部放在网路上 你说这个世界会不会改变 让大家download下来去印 然后呢 接下来请行家来组装 就像你现在看到这一个支 这支德国BR86 其实他跟巴铁语音笔非常像 那在这样部分的同时刻线 其实呢 我们就可以将台湾铁道的基因还原回来 所以呢我们最后讲到一句话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有许多事要去做 我们要去做什么 我谈到传承 不是嘴巴说说而已 传承不因人而异 传承也不是个人的喜好 传承是忠实的描述历史 就像你不看到刚刚的凤飞飞跟梁秀生这一段 你就不知道他们拍过电影 你也不知道说当年罗东联铁的那个样貌 传承他需要智慧 他需要投入 他需要科技 那么过去我们的传承是什么 写书就像我现在写的30几本书 突然开始发现 我快50岁 我突然发现 我的人生不够了 我突然发现我人生想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而已 我除了想做2D的书的传承之外 我还想突然认为说 透过3D 然后呢 开放档案 我们发现 台湾铁道的历史 会这样子就传承下去 如果我们都会把台湾铁道的蒸汽火车这些档案 变成是所谓的开放的3D档案 这个世界就不一 好我们接下来 第一阶段计划就是刚刚提到的那种事情 我真的想说台北有没有很通 騰云号 1号9号7号机关车 CK50型 CK80型 有人开始听得出来 我在讲什么 CT230 CT240 DT580 DT560 开始直到CT270 所有的火车都不够像 我突然发现这个日本人他好幸福 但是我想到 为什么台湾人没有办法像那么幸福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开放的世界 那么这个开放的世界 我们终于就可以发到像这样的效果 就好像 这是我家里的博物馆 我自己私人博物馆 我为什么会做这个东西呢 因为 嘉义 纪物馆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这是我家里的博物馆 我可以透过这个模型 我把 1979年 当时嘉义还有扇行车步 以及整个嘉义 我把它整个还原在一个模型上面 那我想呢 这是第一个阶段的部分 那么我们第一个阶段 谈到了铁道的船程 接下来我们最后20分钟 我们来对一个最有趣的画面 就是在谈世界的蒸汽火车之旅 那谈到世界的蒸汽火车啊 我们会发现 蒸汽火车 它是一个很令人感动的 这话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 世界的蒸汽火车到底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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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对 真的是 对 揈 Ped det 我们给我们一跳 台鐵在今年復活了CT273 台灣的蒸汽火車副駛進到了12部大關 局內一共有5部 您知道嗎 台灣走到這一步 我們已經落後很多國家許多年 隔壁日本 他們是我們的兩倍到三倍 在德國瑞士奧地利 甚至在波蘭匈牙利捷克 有許多蒸汽火車老長副駛 為什麼 蒸汽火車被人視為是一種有生命的交通工具 他會冒煙 他會呼吸 他有情緒 他需要情緒的醞釀 所以他不能說動就動 他出發之前 你要給他三小時去培養情緒 把他的火燒起來 等到他真的動起來 你叫他停下來還不是那麼容易 你需要給他時間消消火 他的波蘭溫度才會下降 但他真的動起來的時候 會讓你為之屏息以待 而且你的喘息 會隨著他的節奏 而上而下 所以用 來形容它是最合適 不夠 但世界各國的蒸汽火車相當的多 這裡呢 是我去過 而且 我個人推薦 包含說 找到台灣蒸汽火車跟日本的關聯性 剛剛日本已經講過了 英國的Katingworth Bluebell 德國 波蘭 瑞士奧地利 一直到美國 許多國家 不夠將蒸汽火車 視為一個觀光 非常重要的要件 它鼓動了人的心 也讓上一代跟下一代 透過蒸汽火車 找到共同感動的元素 來 還剩下15分鐘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日本的西郭舊娜娜 在日本的盤越西線 綁S2C線 就是跟台鐵一樣的CT270型 在盤越西線行駛的方面 這是日本的摩歐卡鐵駛 在正當鐵道台鐵的CK120 接下來是台鐵的CT150 在九州 SL9州 SL121 就是 人極好 但是您知道嗎 在許多國家 蒸汽火車 它是常態性 甚至它是會變成一個 文化資產的保存項目 像英國的KD&Wars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KD&Wars 它是將英國一條 已經廢棄的鐵道 透過NGO組織重新保留 包含 Groove Bell KD&Wars 以及 威爾斯高地 使得英國 成為了蒸汽火車 非常重要的一個大本營 我把音樂聲稍微調小一點 所以我們把這幾個大本營 跑過一次 接下來我們挑幾個重點 為大家來分享 南東鐵道 Blue Bell 這是一個英國非常重要的 一個保存鐵道勝利 這邊你可以找到 100年 甚至150年前的蒸汽火車 都還可以在這個地方 看到它的運行 那麼尤其是像英國呢 像藍件 Blue Arrow 還有像東方快車 許多車廂 在平常它不運用的時候 也是放在 Blue Bell 這個地方 那麼 它每天定期會有蒸汽火車出來跑 還有像荷蘭的 Home Railway 它也是採取不定期運行的方式 但是呢 在談到荷蘭的保存鐵道 第一個就會想到這邊 Home Railway 還有 我們曾經看過大導演 曾經看過一個很有名的 猶太人的故事 叫做辛德勒的名單 聽過請舉手 辛德勒的名單 他為了要復刻當年 奧斯維辛集中營 以及比爾克納集中營的畫面 他重新指導一部電影 叫做辛德勒的名單 那部電影裡面的場景是對的 連當年運送猶太人的蒸汽火車 在波茲南的這一段 這次蒸汽火車它竟然 並不是為了電影不特別去做 而是它本來就是no more service 它是從波茲南呢 一直到布斯林這一段 它還是使用常態性的蒸汽火車 什麼叫做常態性 我給大家做一個解釋 就是說這個國家到現在還保留部分的普通車的班次 是用蒸汽火車跑 我給大家打個比方吧 各位鄉親大家好 台北火車站現在我們往基隆跟往新竹 是每班都是通勤電車對不對 如果我突然告訴你說 從經理以後台北火車站 每天下午3點往基隆那班通勤電車 改成普通車 用蒸汽火車跑 票價採取普通車的費率 每公里1.1元 大家要怎麼樣 哇熱歪了 也就是呢 它是按照一般的運輸費率 波蘭現在還有 所以你知道嗎 許多人來到波茲南這個地方 說第一件事情 為什麼呢 Where do you come from? 看到我就要念 我真的長得那麼像日本人嗎 我說I come from Taiwan I am not Japanese 看到我就叫 Korrijiwa Korrijiwa 然後呢 大家都會有一個共同的話題 就說 那你為什麼來這裡 他說那你為什麼來這裡 結果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答案是 這個東西非常的珍貴 因為它是世界上極少數蒸汽火車 還是屬於在normal service的架構下 像現在如果是觀光蒸汽火車 它的票價當然是比較高的 德國的哈德斯摩斯波斯幫人 哈德斯摩斯波斯幫人 這個叫做哈爾次載鬼鐵道王 這是在東西的統一之前 在哈爾次山的一個電波塔 在東西兩德統一之後 這個地方開放觀光 但是呢 開放觀光之後 引起許多人的騷動 因為它有兩個東西以前看不到 第一個是東西兩德對峙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跟華沙公約組織 互相監視對方 所以它在上面設置的電波塔 已經看對方坦克的存動 當冷戰結束之後 這個電波塔成為了冷戰的遺跡 第二個 哈爾次這個地方是等的呢 是德國非常有名 叫做女巫的故鄉 這個女巫在日本一部動畫 叫做魔女宅極面 有看過的請舉手 就是一個女巫 帶著這掃把在天空中飛翔 就是現在你看到的這個地方 而且更有趣的是 這個地方是全歐洲極少數冬天 還有蒸汽火車在跑 其他大部分的火車會冬眠 所以呢 它成為了追焉族的最愛 還有德國黑森林的 剛剛提到德國的BR50 BR52 這些跟二次大戰有關的蒸汽火車 在德國的南部 在那個叫做Tooting的那附近 還可以找得到它的遺跡 它也是觀光落列車在運行 瑞士的Deafbound Furcar Burstjack 我們會發現這個德文的意思是 Deafbound就是蒸汽火車路線 從福卡到福卡山頂的這一段 這只有在每年夏季的時候 才會有這段特別版的 應該說隱藏版的冰河列車 那麼在平常你搭到的冰河列車 一定是電力版 只有在每年的夏季 它會特別在六日用蒸汽火車 運行福卡山口這一段 我們再來看下一段 奧地利 真善美的故鄉 一部很有名的電影 The Sound of Music 大家聽過請舉手 在哪裡 SARSBO SARSBO 在旁邊有一定要叫阿亨如 阿亨如的蒸汽火車 這個地方 你在這個地方 你會返入這些美好的音樂國度 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1890年代的蒸汽火車 我們仍然在提勒而鼓勵運行著 離開的歐洲包含澳大利亞 雪梨 ZIGZA 也就是所謂的資質型 雪梨藍山 我們台灣人許多道藍山 藍山那個地方有蒸汽火車 而它的蒸汽火車呢 直到現在還保存運行著 只不過知道的人並不多 而那個車站竟然就叫做ZIGZA 台灣人叫做ZIGZA 或者叫做Switchback 這個ZIGZA 就是以這個一進一退折返的方式為命 澳大利亞還有一個很有名的叫做Puffin Village 這個地方跟台灣大有關係 在1973年到1972年 當時他還跟台灣釣了一台阿里山蒸汽火車 14號來到這個地方 直到現在仍然還保存著 它跟阿里山一樣是七六二公里軌距 也是世界上少數仍然保存完整的 蒸汽火車的森林鐵道 但是它最有趣的一點是什麼呢 這個蒸汽火車打破過去的規矩 我們從小教小朋友說 各位小朋友 坐火車要規規矩矩 坐在車子裡面不要亂跑 手腳不要伸出車外 這條鐵路可以解放你的束縛 坐這台鐵路呢 小朋友們 從現在開始 你可以把你爸爸媽媽從小交的規矩放旁邊 手腳盡量伸出車外 我保證你不會掉下去 也就是你可以盡情的舞動 這個地方叫做Puffin Village 我們待會看影片 接下來 我們知道阿里山是直立式氣缸的蒸汽火車 Shade Steak Automotive 來自哪裡 美國 而在美國包含 家中有兩個地方 一個叫做Roring Camp 一個是優舍美帝國家公園 另外在丹佛 有一個地方叫Georgetown Loop 另外呢 還有在美國的西維吉尼亞州的Cassinic 在美國還有很多跟阿里山一樣是直立式氣缸的這種結構 其實你會發現我們台灣富士直立式氣缸的蒸汽機車 有機會甚至應該跟他締結姐妹關係 那麼蒸汽火車的魅力與觀光潛力 其實就如同剛剛 我剛才提到春寒這部電影 如果今天不是鳳飛飛 你不要注意到它 但是你會發現 當我們再看到民國六十八年的電影 我們陷入了時光隧道 我們才發現 原來那個時代的生活方式 是值得我們去追思去回憶的 而台鐵明天阿富補CT273 其實你會發現 蒸汽火車 它讓我們平凡的鐵道旅遊 從此使用了興奮的焦點 而不再平凡 使得我們台灣加以生死 好我想第二個PPT就到此結束 最後剩下三分鐘 我們來放幾段很精彩的片子 首先我們來